哦 平常别乱 OK 咱们继续 我把图打开 这个 我们现在决定了这样 我把这个事情搞完了以后 这边现在是根桥 这个接口是RP 这个接口是RP 选完每一个交换机上选RP以后 下面的任务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将来要把那些个 线路上面的 这四段线路上面的 DP接口找到 因为DP接口不能关 所以我的目的是要找到 这四个接口的 这四条线的DP 大家可以看看 有一些线路咱们可以很明白的知道哪个是DP 你比方说根桥这个接口 肯定是DP 因为我到根桥的距离 肯定比你到根桥的距离要近 对吧 所以我这些肯定是DP 不用看 这个接口你也是比你近 这个接口你也是DP 这个接口你也比你近 这个接口也是DP 对吧 这三单线的比较好看 那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基本结论就是 好像根桥的所有接口 都是DP吧 你说这两个接口不是DP 这两个接口 咱们是因为没有关注它 你想对面是交换机 交换机会不会给你发BBDU 对方没有BBDU给你发出来 你发的BBDU是到对方去 对方肯定没有任何回应回来 对吧 那你往外发BBDU 你这个接口将来是什么呢 你将来肯定是DP 对吧 这个接口将来也是DP 所以事实上 根桥交换机好像你会发现 接口都DP 就一个例外 什么情况下 一个根桥的接口 不会全是DP呢 如果你的图是这样 你就会发现 会有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 比方说 我这里接了个hub 比方说这样 这两根线接下来这是根桥 这边接过来接到这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底下如果接了一个胶 接了一个hub的话 hub是一个打发设备 就是把你线连在一起 如果左边是根桥 右边是非根桥 大家先想看 这个接口 这三个接口 是不是接在同一条线路上面 对吧 那么这三条线路上面 能有几个DP呢 你要知道绝对不能有两个DP 因为如果你有两个DP的话 意味着这个线路上面 是不是就已经有环路了 对不对 所以事实上这样的网络当中 如果你根桥上面 有接口接在一起的这种情况 那不可能是两个DP 肯定要选出来一个 那么大家先想看 这个怎么选 如果都在根桥上DP怎么选 选DP和选RP的那个比较方式 其实也一模一样 root ID肯定都是它自己 cost值肯定都一样吧 我发0你发0 我们俩是否都一样 我们俩都加根桥里面 发的就是0 sand方bridge ID 你想想它有什么好算的 sand方bridge ID sand方的桥 ID 肯定都是根桥吧 对吧 你发过来是我发过来 我们俩都是同一个根桥 对吧 最终笔的是什么 最终笔的肯定是发送方的port ID 对吧 如果我是F0-11 你是F0-12 F0-11发出来 F0-12发出来 F0-11U吧 F0-12跑的ID 小嘛 对不对 最终哪个是DP呢 这个接口DP 那这接口也要被捕了 对吧 为什么咱们要画这个 因为这是RP 它到根桥的距离是多远的嘛 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接口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就是说 并不是说根桥所有接口都DP 如果你跟桥自己和自己有一根线绕在一起了呢 你有环路呢 对吧 那这时候它会 DVDU会封锁其中一个 这个是咱们的概念 就是 关于DP的概念 对吧 好 继续往下 那 现在问题是这个 这一段线路上面 谁是DP呢 这段线路上面 谁是DP呢 这段线路上谁是DP啊 咱们也应该按照咱们的原则来看 如果SW1向下发BVDU 它就发跟ID SW2 COS值19吧 因为就COS值19嘛 是吧 BRAGEID SW1 COSID 不用写 SW3 如果往那边发 它应该发 跟ID SW2 没错吧 COS值19 没错吧 我都跟它去 是吧 记住啊 发送 这个选DP的时候 我们两个相互之间 发送的COS值 是什么 是我自己本交换机 到达跟桥的开销 能理解吧 你发出去的BVDU 带的这个值啊 都是你到跟桥的去 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19 再往下 BRAGEID SW3 对吧 然后 PALTID 大家现在看这两个 是比较U 现在咱们应该能 猜出来吧 这个一样 这个一样不用比 这个一样 这个一样不用比 BRAGEID Switch1 和BRAGEID Switch3 Switch1 有吧 为什么 因为这个咱们刚才做过 那个VLAN1的ROOT Secondary 这个BRAGEID 的优先级是28672 这个BRAGEID 的优先级是32768 是不是肯定是Switch1 有吧 首先来Switch这个接口是DP 能力解吧 对不对 咱们看一下 比较就这么比较出来的 看一下咱们的值 就是Switch3上面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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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face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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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012这边也有个结果 Interface F011 这边有一个还原配置 &node.xeam就不用再 briefing 觉得全osto才 недостの ____数が正常 LOOKhandoそう CRAY 1F012 BP吧 Switch1 F023 DP 是因为Switch1的条优先级是28673 而Switch3的条优先级是32768 所以将来肯定是Switch1将来发送的BDU 毕竟Switch3发送的BDUU 这时候Switch3自己把自己F023不劳 Switch1借口是DP 对吧 这个是咱们现在的概念 也就是我发出来的这个值28672 你发32768 对吧 肯定是我Switch1有 就是这边DP 那么选完了以后 大家看 选完以后咱们这个接口 既不是你全交换机的道根桥的最优接口 也在和对面接口比较的时候 被没有对方接口优 那这个接口是不是废接口 废接口要不落合调 对不对 那么这个Switch3这个接口呢 没有这个接口优 不是你到根桥的最优炼路 而且在跟对面接口比较的时候 又没有对面接口优 那对面接口不用block 你block自己 是不是 只要不是DP不是RP的接口 全部应该block 所以事实上你看咱们结果就这样 Switch3的 Switch2的所有接口全部开放 每个接口都开了 对吧 三个DP Switch2 F023 F023 block 对吧 所以这3呢 F023 block F023 block 只有一个结口优 另外这个 block 对不对 这个就是咱们结果 那最后砍掉哪根线 砍掉这根线 砍掉这根线 那最终啊 你微蓝1的这个流量就应该这样 走F021啊 对不对 不会到别的地方去 那么反过来大家想 我不用看了微蓝10的 微蓝10跟桥在这 其他都没动 对吧 那意思是说 跟桥在这 这个非根桥 Switch2的这个接口 是你微蓝10的rp R3的这个接口 是你微蓝10的rp吧 对吧 那最终选 这是选rp吧 选DP怎么选 这个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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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DP 因为这里根桥嘛 对吧 这个Switch2呢 这个接口和这个接口比 这个接口的 优先级是28672 因为我改过RoseSecondary 这个接口是327683的桥 不是加ID 所以这个接口 DP 这个接口 Vlog 就是图就变成这样 然后 这个接口 Vlog 对吧 好 那你微蓝10流量 是不是应该这么走 对不对 这样是不是就分开流量 对不对 结果就这样 好 看一下 微蓝10是不是这样 从Sovitch1开始秀 秀微蓝10 微蓝10我是根桥嘛 所以我所有接口都DP 对吧 那Sovitch2呢 微蓝10 我 那F021是2P F012 不老喝掉了 对吧 F023 for我的 但是Sovitch3呢 Vlog10 是不是正好F023 for我的 2P F023 不老喝掉了 对吧 你看是不是正好相反 微蓝1和微蓝10的这个Sovitch3 正好分别配方不同接口 对吧 OK 这是咱们的这个概念 呃 根桥计算呢 按照自己的原则 就是这么三步 就咱们就 实际上就是说 计算过程实际上是四步 对吧 先选唯一的根桥 在每一个交换机上 去找Rp 在每一个段上面 去找DP 然后最后 既不是DP的 也不是Rp的所有接口 不老喝掉 任务理完全了 对吧 这就是计算过程 那么比较的原则是什么 选根桥只要看rootID 谁rootID小 谁就是根桥 rootID不存在一致的情况 为什么 因为Mac地址不能相同吧 对不对 最终你总有Mac地址区别 所以选根桥是肯定能选出唯一的 不能考虑别的 那选Rp应该怎么办 选Rp就应该按照下面四步做了 第一个 到根桥的开销 小的优先 如果一致 Rp的对面发送方的 breacherID谁小 谁就是Rp 对吧 如果这个都一致 比较call 对吧 如果你发送方一样 你不要跑 DP也是一样啊 选DP也是一概念 两边的DP怎么比较 也是先选到根桥的开销 谁小 谁就是DP 如果两个接口的到根桥的开销一致呢 DP DP好像很少会出现这个问题 对吧 什么时候DP会发现 去往根桥的开销一致啊 这是根 底下有环路 是不是啊 那你发送的和你发送的开销是一致 然后这个值也是一样 对吧 当然也有可能图是这样的 当然图是这样的 这是根桥 对吧 然后这底下介入交换机 你看这根桥 那这边给你发送的cost值是19 这边给你发送的cost值也是19 对吧 哪边选DP啊 我再选RP了 选DP这个图出不来 选DP这个图是 这图还就是这样 就同一个交换机才会有 选RP才会有不同交换机 选DP才会这样 对吧 你这两个接口 要跟对方去比到底是优吗 对吧 怎么比呢 就这样 这个选择的时候 散的方ID 这比拨的ID 都用选择来随时PP 那么选完DPRT 所有接口都要不劳定 对吧 非DPRT也不劳定 对吧 有一个例子 咱们这个例子还是要去看一下 在人家坐一边你就知道 这个桥是什么样 嗯 交换 交换时间不多 这个时间要 注意一下 我们搞一个图啊 不用说明其他问题 就来决定一下将来跟桥的选举问题 这里面 大家想啊 我这边做一个基本的概念 就是往上的交换机 麦克比之小 我们只比较麦克比之小 我们只比较麦克比之小 麦克比之小 那么如果在同一行当中呢 那左边的麦克比之小 右边麦克比之大 所有的优先级都默认 跟桥优先级32768 耗的优先级都是128 这都不变 对吧 那如果是上下有区别 像上面这个交换机麦克比之小 左右同行呢 那就是左边麦克比之小 一边麦克比之大 端可也是一样 上面端可小 下面端可大 pot id 上面端可小 下面端可大 如果是横向的pot呢 左边端可小 一个那个大 这样是不是就好去计算了 比较简单 对吧 那么这个图当中大家想 我要去找出哪些借口 给Block 哪些借口应该开开 咱们是不是第一步应该做什么 第一步应该找到谁是跟桥吧 对不对 这个交换机的最最最最最高 而且这两个交换机的最左边是他手机 手机肯定是跟桥吧 对吧 先把跟桥确定 别着急干别的事 每个交换机去找耳P 对吧 这个交换机找耳P 123456 一共有六个接口 这四个接口不用考虑 为什么 靠此之远啊 对吧 你想啊 要通过这个接口去 先去这儿再去这儿 这是开百兆 19 19 这38吧 对吧 而中间这个电路是1G的 开销是4 所以呢 只有这两个接口要选 谁是RT 怎么选 发送方的 发送的时候 RootID都是4H1 靠此之发送都是0 靠底接口都是4 对吧 BRAGEID都是4H1 是不是上面都比不出来 比较的是这两个接口的炮台ID吧 对不对 上面炮台ID小 结果这个接口是RT 对吧 放开了啊 去看这个交换机 这个交换机 这两个接口不用看 底下还有10兆的 绕上去肯定太高了 对吧 我有一个两个接口 三个接口 这三个接口呢 这个是直连根桥 这个是跨过Switch2 接根桥 这个是跨Switch 这个Switch和根桥 你想想看 这一条开销是19吧 这一条开销是19加423吧 对不对 所以比较开销你知道 将来这个接口是RT 能理解 对吧 那这个交换机也一样吧 这边上去是19 这边上去是23 这边上去是38 这边上去是38 这边上去是更高 不用算了 对吧 所以肯定用选接RT 这个也一样吧 两根线RT 这根线肯定是2 这根线肯定不用算 这个接口是RT 这不是四个 中间这四个交换机RT 选出来 对吧 这个交换机不用选吧 我只有一个接口 我不是RT 我怎么充啊 对吧 肯定是RT 所以这个接口肯定是RT 那这个交换机呢 你知道上面 它们有10兆线路 而且是Hub 那么这条线路不用选 因为这接口快销都100了 肯定超过值 对吧 那只有三个接口要选 那这三个接口当中 大家注意一下啊 这个接口到根桥的开销是38 这一条线到根桥的开销也是38 这一条线到根桥开销也是38 这三根线到目的往 到不是目的往 到你根桥的距离是一样远的吧 对不对 那我应该比什么 发送方的BridgeID吧 我向这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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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发送过来的BridgeID 都是一致的 都是它 这个BridgeID是中间这个交换机发的吧 那BridgeID取决于什么 优先机加MACDG 这个MACDG比这个MACDG小嘛 左边交换你用 对不对 所以这个接口是能力解吧 咱比到第三步了 对不对 OK 耳P选完 一个交换机一个耳P 对吧 你不能现在就把所有接口都当了 有些接口你不能关的 比方说 你根桥上面这个 我们开始选DP了吧 一段线路上选DP 我打叉叉这个线路上面 这个接口是DP 对吧 这一条线路上面 这个接口是DP 对吧 肯定比你对方更多 这是根桥啊 对吧 那这个接口肯定是 跟你对方比我肯定DP 这一段线路上 这是D 这一段线路上 这是D 这一段线路上 这是D 这是D 根桥肯定都是D路 对吧 对不对 OK 那这SoulH2呢 咱们在SoulH2看这个线 这两个线比较过了 这一根和这一根谁是DP啊 这两个接口谁是DP啊 这两个接口谁是DP啊 怎么比啊 我向你发BPDU 我得发COS值19吧 那如果我向你发BPDU 我发COS值多少 发4嘛 对不对 所以肯定是 我SoulH2到根桥的距离 比你底下电话接到根桥的距离近 所以这一段相当上的比较 是不是SoulH2赢啊 SoulH2赢 SoulH2赢 SoulH2就是D 对不对 这一段一样吧 D 这一段也一样吧 D 这一段也一样 D D 所以这四个是D 这个接口不是D D D 对吧 这一段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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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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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比完了吧 咱们上面的所有段都比完了 就比这段了 对吧 那这段是U啊 那比什么大家想 呃 靠此的一致吧 因为你想 我这边发过来的BBDU 是我道文桥比例19 我从这边发过来的BBDU 也是我道文桥比例19 两边靠此的一致吧 对吧 差别就是发送方的 不会接下ID 这边靠左 这边靠右 这个接口是D 对不对 发送方不会接下ID 对吧 我们两个要发BBDU 对吧 这个接口U 那么这一段呢 这两根本不用比 对面是RP 我不是DP 是什么 我又不是DP 我还没你U 你怎么能选我造文桥呢 对吧 我肯定道文桥距离比你近 对不对 这个不用考虑 你这边发过来是19 我给你发 多多整个发38 对吧 我不可能是 不可能不是DP 对吧 这一段上面 它真是DP啊 这段上你看这个接口 道文桥距离38 这个接口道文桥距离19 是不是肯定这个接口是DP 对吧 经常容易犯的错 就是这个 比来比去 都会发现 哎 我这两个接口谁是DP啊 你不是这两个接口比 能解 是segment上 段落上去比DP 最经常犯的错 那这条线上面也要选这个DP吧 这个接口有DP 对不对 那这个不用看了 这肯定是DP的 我往下接的线路是DP 对吧 那就这一段要注意一下 这一段有三个接口 首先这个接口 肯定不能是DP了 到根桥距离远 是吧 这两个接口到根桥的距离 是一样的 发送方的BridgeID也一样 它们俩比较的是PortID吧 就是DP 这个接口 是不是DP也选完了 如果DP选完了 RP选完了 下面是不是咱们该关接口了 不要的接口都关掉吧 这个接口不落口掉 对吧 然后 除了RP以外的 这个接口就不落口掉 对吧 那这个接口就不落口掉 这个接口就不落口掉 这个接口就不落口掉 对吧 这个接口被block 这个被block 这个被block 这个也被block 你看 RP有了 又不是DP不要block 对吧 这个被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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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被block掉了 对不对 那你剩下的线路呢 一条DR 对吧 一条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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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一二三四五啊 然后 六 七吧 没了吧 一共几个交换机啊 八 然后八个七条线 对了吧 对吧 再block什么 block什么 再做什么 这就是咱们的 今天的主要内容 对这个 这要搞清楚 对吧 自己要能还原出来 这可能觉得这可能比较奇怪 我讲到现在一条命令给讲 然后就是你实际上已经做完了 对吧 你这个交换机上来 对吧 你把线上下好 它自动就跑了 你又不能关 某种情况你不能关 这些通风明显 还没讲到呢 对吧 H4E就是开的 就ICB就是开的 那学着干嘛 将来排错 对吧 你发现交换机环路 你也不知道哪有问题 你知道你借口怎么回事啊 对吧 这个图上面正常的状态应该什么样 好 根桥在哪 什么时候有情况 对吧 都要有非常明确的思路 确实它能自己计算 但是你一定要能够还原转 好 这是咱们的内容 继续往下 咱们就没讲完 下面呢 咱们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我这个状态是怎么保持的 这一点大家能理解啊 就是说 我交换机为什么会 有些借口会被block掉 有些借口会始终是rp 有些借口始终是dp 这个状态怎么能保持 大家想想 根桥会在自己的所有接口上 发bbdu 这里面就包含了我的参数了吧 对吧 那么一个dp接口 会持续不断 每隔两秒向下发自己的bbdu 那么对面的这个接口 要不然是rp 要不然被block 那么rp接口在接收bbdu 被block的接收也在接收bbdu 那被block的接口能不能说 bbdu来了我就不要了呢 反正我block了我就不管了 这个不可以 大家想啊 这个接口之所以被block 你要能理解它为什么被block 因为第一个 我没有对方接口 对方发的bbdu 比我的bbdu 所以我不能往外发bbdu了 但是呢 那在所有的这些接口当中 我又不是去往根桥的最优链路 最优链路已经是rp了 那我这个接口被block 恰好是因为什么原因啊 恰好是因为对方在给我发bbdu 你比方说像我r2 f0-2这个接口 你会发现我这个接口的对面不是交换机啊 对面不会给我发任何数据 那我会向对面发数据 那如果我这个r这个接口一直收不到对面的任何bbdu 那说明什么问题啊 说明对面这个设备不是交换机啊 如果不是交换机 那我这接口应不应该是dp啊 如果我再不是dp rp我也选不上 那我把自己的接口block了 那我底下怎么通设备啊 我交换机的目的是干什么 交换机的目的是要接这些ppd 这样帮你通讯的 那你这个不发bbdu 那我就有什么 我就是dp 所以大家能理解 这个dp rp怎么选出来的 就是因为我不停的往外发bbdu 然后对方的bbdu要没有我u呢 我就是dp 对方bbdu要比我u呢 我有可能是rp 有可能是block吧 就是你看像这样两个接口 对方bbdu都比我u嘛 对吧 但是因为如果这个接口是最优接口 ok 那我就是rp 那如果这个接口不是最优接口 对方bbd 还比我u呢 那我就要关自己了 所以大家想想看 实际上这个过程啊 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你的一个交换机的接口 有可能有可能处于dp状态 有可能处于rp状态 有可能处于被阻塞的状态 那么这几种状态当中 bdu的发送是什么呀 rp再送出bdu吧 rp再接收bdu rp再接收bdu 还要听的啊 block接口是不是也在收听bdu啊 要不然怎么就block啊 对吧 就因为对方比我u 所以我才block 对吧 这是对于bdu的条件 那么对于咱们的数据包呢 或者说对咱们的数据真来说 dp接口就是forward的吧 就是要发送嘛 而且要学习macd址吧 对不对 rp接口呢 一模一样 也要发送 也要学习macd址 block接口呢 那就不发送 也不学习macd址 能理解这过程吗 对吧 你要靠监听bdu来决定什么 监听bdu来决定到底我这个接口 出于什么状态 所以bdu我都要听 但是数据我是不发的 对吧 这是rp 这是状态 再讲一个例子 也就知道了 你比方说 我本来这个接口是block 因为对方bdu比有u 然后突然把网线拔了 插在一台pc机上面 那你想想看 这过一会儿这个接口 就会发现 对方不给我发bdu了 对吧 那过一段时间 如果对方一直不给我发bdu 我这bdu会过一段时间 过多少秒呢 会过20秒 假定啊 我这过程讲的其实不对 因为你拔线它会断 物理线路 断物理线路肯定要重新熟练的 我就说 如果尽快的比方说插上去 假想的情况下 对方突然给我发bdu 然后突然不发 不发 我等20秒 bdu老化 等20秒干嘛 我转成dp了 因为对方不给我发数据 不给我发bdu 我是不是要转成转发状态 对不对 好 大家想这也对的吧 一个路由器 会不会造成你交换机的环路啊 它根本就不跑 你交换机的数据帧嘛 那这个接口是天生的应该 保持forward的状态 怎么天生保持forward的 dp啊 因为rp不是天生保持forward的 rp是要对方给你发bdu收到了 而且要是最近的链路 我才能成为rp 所以如果一个接口 没有收到bdu 它就是dp 收到bdu 如果对方没有u 那我就继续发 那对面发不发 对面过去就不发了嘛 它发现我发出去 没有你发去u 我就不发bdu了 对不对 所以状态就是这样 这是咱们的过程 要理解这个 对吧 让大家知道 我们这个图啊 还要再稍微画一画 就是这个网络bdu怎么传递 咱们也要知道 这是根桥 这是第一台交换机 这是第二台交换机 这是a 这是b 这是c 这是d bdu怎么发呢 根桥始发 每连版中发一个 根桥发的是route bdu 对吧 这个发bdu是什么呢 route id a cost值 19 bridge id b 就改这一个字段 对吧 再往下发 你再往下发 你c再往d发什么 route id a cost值 38 bridge id c 是不是继续往下传 对吧 昨天还有一个值 叫ag 这个最多能传多远呢 7层 到底下它会有一个值 叫做bdu老化 不 它叫bdu age bdu完了以后 就不玩了 bdu不管它全了 这样你这网络就停了 最多就这么几层 这是咱们的概念 你看 要记住这个啊 就是说 你收bdu是根桥来的 这时候你在转发bdu的时候 你不能把根桥改了 你只能改发送方的 bdu 所以你每次就这么 改往下中继 这过程实际上 被咱们叫做bdu relay 因为如果根不给你发bdu了 bdu了 b就不会再像c发bdu bdu是由根桥产生的 这种bdu被咱们叫做配置bdu 也就是说 始终是由根桥来发 其他交换机呢 中继这个bdu 当然要改写一下 三等方的graceID 就是这个过程 OK 继续往下 咱们把这个状态的最终结果 搞清楚了 那下面就要研究一个问题了 一个接口如果当 对吧 比方说 这个Switch1的五个接口 同时都是当起来了 那么过多久 这些接口才能分别转到自己的 这个标准角色呢 什么时候它才能变成DP DP RP Block DP呢 对吧 这个时间是什么样子 还有什么呢 这个中间要经过哪些状态 这个是咱们要研究的问题 一个接口要进入转发状态 实际上要经过多个步骤 这个会有一个图吧 这个图 这个图就是接口状态机 就是你深层数的状态机 看起来复杂 讲起来挺简单的 不复杂 首先你要知道 一个接口的状态有哪几个呢 不加电或者坏了 或者由于某些特殊的错误代码 导致它停在坏的状态 这个时候它状态叫Disable 还有个状态 我们叫做Error Disable 如果是Error Disable 这个接口不是物理坏 而是说这个接口接受了某些严重的错误 导致它不愿意主动恢复 就说这个接口叫错误的Disable 那默认你不开 这接口就是当状态了 对吧 那开了状态会有什么呢 开的第一个状态 不是立刻合我的 一般情况下不会 Blocking Blocking就是第一个状态 这个状态我不发数据包出去 也不学习对方给我的数据 真的MacDisk 收到针全部丢 不做任何行为 这个叫Blocking 叫酒色状态 那还有什么状态呢 Listen Listen状态在做什么呢 Listen状态也不学习MacDisk 也不转发数据针 收到所有针全部扔 那么它在学习什么呢 它在等待接口状态的变化 就是它在听有没有别的BDU来 BDU有没有我好 有没有别的BDU 就是Listen 还有个状态叫Learning Learning状态是什么呢 收到数据针全部不转发数据针 有数据针来外部发 但是我学习MacDisk 这个过程我会学习 我收到数据针的MacDisk 当然收到数据针我怎么办呢 我还是丢啊 我不会什么 未知单波泛红啊 什么未知单波转发 在Lending状态 我不会发送数据 我仅仅学习MacDisk 最后一个状态 Faword Faword就是转发数据 同时学习MacDisk 正常工作的接口 就是Faword 所以你看咱们经常有那个标记 你看 咱们是不是在那个里面 经常能看到block 如果咱们正好刚刚调整过接口 你就看到LIS吧 S就是Listen 还会看到LN吧 LN就是Learning 对不对 所以你看 经常能看到这三个状态 然后还有一个状态叫什么 FWD Faword 对不对 所以你看 这就是状态 状态就是 其实这个状态咱们都不算状态 因为这个接口已经挂了 对吧 真正生出的状态 blocking listen learning following 就这么速的 当然还有一个出入状态 OK 状态就这么几种 那么这几个状态之间怎么转换呢 状态转换这样 如果接口 nose down起来 默认行为是先block自己 大家想这有什么好处啊 你想你接口如果一开 你就forward 那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你交换机这样 这里已经有一根线了 这是DP 这是RP 你这里有一根线新接上去 然后你直接nose down 这就是forward的 你想你是不是麻烦了 如果这两个接口一接开起来 你就是forward 你是不是短暂之间就有环路 你不立刻就有环路了 当然你说你收到WD4 还把它关了 但是你关掉之前 是不是已经有一些数据包 在里面打转了 对吧 那怎么比较保险啊 一开机 我这个接口 所有数据都丢了 blocking状态 这样是不是就保险了 等我需要打开 我再打开 是不是啊 一开始我不开 我关 对吧 当然你会发现 咱们有些动作是直接跳走的 这个动作就是PVSG加的动作 PVSG加会加一个新的功能 叫做PoFast 接口一开 不管三千二一 我先转发 万一不能转发 我就跳回来 对吧 这个会加速咱们的接口状态 这个咱们暂时不讲 你的第一个动作是blocking 那么blocking的时候呢 我就要干一件事了 如果这个时候我收到了对方的VDU 假定我这个接口是这样 我举一些例子来说明咱们的问题 这样会比较好解释 这几个状态是怎么产生的 如果我这里有一个交换机 底下接了 这已经是DP了 这是根桥 这个接口已经是RP了 然后我突然要在这里面接根线 这个接口本来已经开过了 这个接口也要开 那么这个接口的突然状态 是不是blocking 现在是blocking的 blocking 然后对方突然给他发BVDU了 而且这个交换机发现 收到BVDU 对方BVDU比我好 因为对方是根桥嘛 还有 我从其他接口收到的BVDU 比我当前的BVDU还要好 那我这个接口 是不是就应该保持block状态 OK 我就一直block 这个不需要时间 block就block住了 对吧 那大家想 如果我这个接口在这呢 底下接了个PCG 我第一个状态 是不是也是block 然后对方一直没给我发BVDU 那对方一直没给我发BVDU 我怎么办 那我等15秒 这15秒干什么呢 我从blocking状态 转向BVDU 我准备开始听 有没有新的BVDU来 如果你接口接在这 接口接这 那接口接在这 那一开始是不发数据的 但是对方BVDU也说不到 那我是不是准备转成DP啊 我准备转成DP的第一个阶段 就是BVDU 开始听 那我转DP第一个阶段 你看看Lyzen Lyzen Lyzen多久呢 Lyzen阶段是15秒 这个阶段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奇怪 为什么要等15秒 第二个 如果我这里啊 开了一根新的线 这根新线我画粗一点 本来这个线是1G的 这个线加上是10G的 那么大家想想看 本来DP在这 RP在这 如果这个接口一开 这个接口收到的BVDU的cost值 是不是比你当前的RP收到的cost值要小啊 对不对 好 那这是什么行为 这是什么行为 这时候这个接口是不是继续Lyzen的 因为它将来成为RP嘛 那它Lyzen将来它什么结果 它想成为RP 你看是不是两种Lyzen啊 Lyzen不能区分这两种啊 它不能区分到底 我将来是要转成DP啊 还是转成RP 当然这两种状态都叫Lyzen 好 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 这个接口现在是什么行为 这个接口是原来的RP 一旦这个线接上 它开始Lyzen 它Lyzen到更U的BBDU 这个接口是不是发现 我的BBDU不够U啊 我应该立刻从Forwarding状态 跳回Plock 这个不需要等时间啊 你想这样做有什么好 这样我就没还路了 否则万一这个R也开着 我这个R又开了 我这边还路就还起来了 那我怎么能保证不还啊 一旦发现收到更好的BBDU 把接口还 因为这接口不再是RP了 但这时候这个接口开那开 没开啊 它还在 它不发数据的 Lyzen也不发数据的 对不对 它就为了还路 所以这个接口先停下 但是我打算转成RP 然后这时候突然又开了根新线 40接 那这个接口在Lyzen的时候 发现别的接口有更好的BBDU 那我怎么办 立刻Block 停止Lyzen吧 转回Block状态 我跳回Block是不需要时间的 立刻把Block击 对吧 你比方像我这个接口也是啊 我接上去准备转DP 突然发现对面来了个交换机 收到BBDU 这根线是40接的 对吧 这个接口发现 哎 我这个接口DP还没有对方好 对方比我好 那我是不是立刻从DP转成Block 因为我有一根更优的线去跟条 这个接口不能成为DP吧 对方要比我好 要不能成为RP 对方比我好不能成为DP 我又不是最好的 我又不能成为RP 那这个接口是不是立刻要Block 我的意思是 出于listen状态的接口 收到任何影响自己专口接角色的状态 会立刻转回Block 如果是RP 发现自己不能成为RP了 回Block 如果是DP 发现对方比我U了 不能是DP了 回Block 对不对 立刻回去 是防止环路的 如果很幸运的发现 能够一直保持listen状态 能够立刻一直保持listen状态 等15秒后 它就会转到learning状态 这个接口也是 如果发现这底下是PC机 这个接口 listen15秒 发现自己底下没有BBDU 那么等15秒会转成learning状态 转成learning状态 learning的时候 这个接口就学到Mac了 这个就学到对方Mac地址了 那么这个接口 万一要是你这边有主机 将来这个主机的Mac 是不是在这应该能学到 对吧 因为这个接口Mac在这 他就学到这边 对吧 这个接口开始学习Mac 但你要记住 这个时间仍然不转发数据 因为这是learning时间 如果你在learning时间突然发现 我这个接口不能转成RP呢 立刻block 一个意思吧 我这边突然接了根粗水管 这个水管不要用了 不然立刻关了 对不对 我这个接口本来是DP 突然对面来据换机 我就把自己断了 所以断接口 立刻转掉 那么如果等15秒1000 没问题呢 终于转成learning 对吧 所以这个接口转 将来可以转成 就不是leason的 这个接口就是我的新RP 开始转发数据 这个接口就是我的新DP 开始转发数据 这个接口就是我的新DP 开始转发数据 你看这个时间 最顺利的情况下 leason时间要待15秒 learning时间要待15秒 也就是说一个接口 从dunk状态 转到火握的状态 需要30秒 是不是 对不对 最快需要30秒 这个速度很慢 对吧 最快需要30秒 没说 它怎么都要需要30秒 我们管这个15秒 专门有一个称呼 这个15秒就叫forward delay 转发延时 但转发延时不是15啊 不是30啊 转发延时是15秒 转发延时15秒 对不对 OK 这个是咱们的过程 那么你看有一些加速的 比如说 刚才咱们讲po fast 对吧 就为了不让这个15秒过程过 我就先跳到转发 发现不行 我再跳回来 这是第一个po fast 还有什么呢 还有7种行为 7在这儿 我从block 状态 如果发现当前rp没了 我直接跳到当前rp上去 直接转发 这个就是upling fast 对吧 咱们应该还有一条backbone发子 在这儿吧 没画吗 应该还有一个状态 没画的状态 这状态不好研究不好画 他跟他没写 backbone发子也要等30秒 backbone不在这里面 结果这两个状态会在里面 backbone发子不在这个状态里面 OK 这个是咱们的这个行为 也就是说 实际上咱们转发的时候 要经过这么几个阶段 并且呢 在转发的时候 至少要等30秒时间 咱们看一看时间问题 我这个图上面啊 我就用微蓝1做例子 我把这些接口全滑进微蓝1 我把r1r2r3r4全滑进微蓝1 r1r1r1我写个名吧 靠谱码1 有没有地址啊 我看一下 有地址我就不改了 积换机 嗯 interface f0-1 这是咱们gr1r的接口 switchfetchvlan1 你会发现 vlan1的命令你不用打 因为咱们知道 你所有接口 如果不画vlan 是不是就在vlan1啊 对不对 那这句话需不需要敲呢 你也不要敲 因为咱们说 其实为了安全起见 咱们在敲 你不敲自己也通的 是吧 所以 没关系啊 建议还是要敲一下 switchfetch mode obsess switchfetchvlan1 vlan1 vlan1可以不用敲 switchfetchvlan2要改 为了防止之前有一些 垃圾片 我再try interface range f0-1到 switchfetchvlan1 那 这样啊 咱们去看一下接口的状态 我们这个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这个生存数时间 咱们生存数时间 将来是30秒 咱们刚才过程是30秒 对吧 但实际上它的时间是30秒到50秒 那我就想搞清楚 什么时候 30秒这个接口能转发 什么时候50秒这个接口能转发吧 对吧 咱们先研究最简单的情况 一个dump状态的接口 转进dp 需要多少秒 但像我这样一个接口 像r1这个接口 r2这个接口 对面就永远不会有bbdu发过来的吧 对面是路由器嘛 对吧 那这个接口 那这个接口 从0.0.0开始 需要多少秒才能转过来呢 ninterface f0.1 sadot 咱们做一件事 debug spendingchain 哎呀 晚了 我不应该认识 debbug 唉 我拿手机号 bug debug spending trade 未来 event 叫spending trade 试解 然后呢 interfacef0-1接口 sadown sadown sadown接口会跳一个log 反应 对面设备没开 f0-21收到一个TOP 我看下f0-21对面设备 对面设备 打算开 这召唤机啊 适当接口 适当自己连接耳一的接口 会出一个标记叫做拓扑 哎 我这个应该有个log出来 不管他啊 让适当起来 修修 四半斤去浏览一 咱们现在状态就是 我觉得这个开始 listen 了吧 对不对 你看这状态啊 这个时间比较乱 213-07分 把他后面14秒 对吧 说这个接口开始 listen 你看这个接口开始 learning 14秒到29秒 15秒之间 好 开始 learning 那种状态就是 lrn 对吧 再等30秒 好 再等15秒 保护你 44吧 14到44 这个接口保护你 好慢啊 30秒时间 没错 这个接口要转化的时候 要等30秒程 等dp 如果对面没有任何消息的话 对吧 这个时间是30秒 那么咱们再看一个 比方说咱们这样 嗯 一个被block的接口 F0-12 万一要是你F0-11接口 Done F0-11如果挂了的话 是不是意味着将来我 你看本来我就从F0-11 这个发送数据的 因为这个接口是rp 对吧 那如果一个rp 接口突然被我shut down 所以我直接关闭了 那F0-12接口 其实一直能收到bbdu吧 但是它为什么也没block 因为它的bbdu没有 它F0-11收到的好 那F0-11突然挂了 F0-11是不是收不到bbdu url1 F0-12接口是rp 就是block 就是debug spending tree wlan1 以我们byline1 event 哎呀 然后interface f0-11 它到 上下动作 F022开始Listen 大家想你看到这句就基本上知道了 肯定30秒时间就搞定了 因为05开始Listen 15 20 20秒就要开始 Lending了 你看 已经开始Lending了 20秒了 在这吧 20秒 Lending 35秒 已经开始保定了 大家发现什么样 大家可以发个T4N注意 T4N叫拓骨变更通告 咱们回头再说 你反正记住这个 现在接口和我的 F022 RP 对吧 那你再看看 那如果F021能是当的 就是一个当状态的接口 转成RP需要多少时间 这个接口只要一开 是不是能收到更优的 比BDU啊 那F022是不是 立刻应该Block 你看F022应该立刻Block了 你看这句 是不是Block掉了 F021收到更优的了 但是F021不会开 F021还在Listen 那你想想看 这是不是也是30秒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 咱们总结结果将来都是这样 一个被Block的接口 和一个DOWN的接口 转RP 还是DOWN接口转DP 这个没有什么Block接口转DP 但是咱们等我说 这三种状态 是不是全是30秒 对不对 DOWN状态转DP Block状态转RP DOWN状态转RP 全30秒 那为什么会有一个50秒的时间 在这放着呢 看一下啊 咱们找一个例子来看 好 我现在这个状态还原了 对吧 不用记得 你看这33 不用看这肯定33 这上面咱们什么时候开始Listen的 03开始Listen的 30秒之后转Forward的地方 对不对 不修30去 再来1 你看啊 F022Block F021 Forward 现在全往正常 对吧 我们看一件事 就是在Switch3上面 做这样一件事 大家记住咱们现在拓谱 我现在拓谱 章单单是这样 根桥 D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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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PRP Block DPBlock吧 对吧 因为你没别的线了 你就会把这两个结果 全部撒档 全部撒档 首先通不通啊 肯定还是通的吧 对吧 但如果你全部撒档 咱们最终将来的这个拓谱 是什么样 如果你全部撒档 最终咱们的结果是这样 D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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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因为你没别的线了 你就剩这一条线了嘛 根桥在这 你可不是别这么做 对不对 好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 咱们有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一个被Block的接口 将来要转成DP吧 是不是 这个状态需要多少时间 咱们可以看一看 你看啊 我在Switch1上面做 Switch3上面做 Debug SubbendingChain Events 然后在Switch1上做这点说 InterfaceRange F0.21到12 看到 大家看时间啊 这是58 对吧 两秒钟 两秒钟 四秒钟 六秒钟 八秒钟 数到一个 最大约8个东西 对吧 什么 听到一个新根桥 对吧 58到16 58时间到18 经过了20秒 才看见LySan 那大家想 这个时间到46才能够 完成Forward的吧 对吧 因为LySan都是15秒 那你都是15秒了 对不对 那反正能力 31秒 对吧 那么你可以数一下这个过程 就是说如果你上面两条线断了 一个block接口转DP啊 需要50秒时间 对吧 46秒开起来吧 对吧 你什么时候当了呢 实际上是56秒当了 因为58秒收到下一个 跟销缺项 没有Debug消息出来 你Shutdown的时候 实际上是56秒 那56秒到46秒 就是正好50秒 对不对 这个状态需要5分钟 把气候出干净去 VLySan 什么原因 下回分解吧 下车再说啊 想听吧 想听我讲完 先讲完吧 我觉得讲完比较靠谱一点 因为 不到下车两个人 把插忘了 OK 讲一下啊 下回分解 大家会晕 这个过程是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是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 这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这样的 首先看一下 没有关这个接口之前 咱们的BBDU状态 我用红色的来写 我用红色的来写 就是这个接口没有关之前 这个接口没有关之前 咱们这个 Switch1这个接口是DP 这个接口是Block的吧 这时候BBDU发起来什么样 大家应该有数啊 rootID是Switch2 cost值是19吧 对吧 bridgeID是多少 Switch1自己 对不对 那么这种BBDU 一直被Switch3收到吧 那如果这个接口当了 会有什么结果 大家想啊 如果这个接口一旦挂了以后 Switch1现在的接口是这样 所有去跟桥的链路 貌似都断了吧 因为这个接口是低 这个接口是低 这个接口由于对方 没有给我发BBDU 它是不是还是低啊 因为对方接口被block 他不敢向上发BBDU的 他本来因为你BBDU好 那你一断 它这个接口是不是还是低啊 好 大家想 一个交换机啊 如果发现自己的去跟桥的消息 全部没有了 而且没有任何人给他发跟桥消息 他会怎么想 他会想 网络中间我是跟啊 因为 我没有收到任何比我更优的BBDU了 那我是不是就是跟桥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这个接口一段的一瞬间啊 所以说 所以说 SWH1 会立刻发现 我才是跟桥 那这时候 我应该发什么样的BBDU呢 rootID SWH1 cost值0 bridgeID SWH1 还是发这种黑色BBDU 发到咱们SWH3上来 这个黑色BBDU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VLAN1的 VLAN10的 VLAN10的 VLAN1的 这个是谁的Mac你看啊 5080 VLAN10 谁啊 独修SWH3 VLAN1 VLAN1 诶 怎么还在发50 诶 5080 00B F023 不管啊 看这F023的 看这个啊 对吧 F023 现在收到跟桥是对的嘛 经常跟桥 对 我就想看这个 你看 F023给他发说 收到跟桥 跟桥是 0018 对吧 那你看 SWH1的吧 0018 AD00 对吧 这时候我从F023 是不是收到一个 000B的跟桥消息啊 那 那我是收你啊 还是收我们自己啊 那百分之百 我不会收你F023的吧 原因很简单 我在这个接口 还能收到BBDU 我的BBDU的跟ID是 SWH2 你想想看 你跟IDSWH1 我跟IDSWH2 我SWH3 会不会要你SWH1的 肯定不要 我这个预先机 是24576 我刚才调过 这个预先机是28672 我肯定不会选你吧 你的预先机没有我好嘛 对不对 意思就是说 对我SWH3 来说你给我发这种 黑色BBDU 影不影响我这个耳皮 找到你这边来啊 不可以吗 我这耳皮还在这 我跟IDSWH3 对不对 那么这种黑色BBDU 对我SWH3 来说我怎么处理呢 问题在这 我SWH3 不处理 SWH3 会有一个默认的行为 这种红色BBDU 它会保持20秒 这就是咱们能看到的那个 BBDU老化时间 咱们这里是不是 都有个值叫MaximH20 对吧 这个值是什么值啊 这个值意味着 收到BBDU 我的保持时间是20秒 那么如果我紧跟着 在接口上收到一个BBDU 还没有之前的好 这种BBDU咱们叫做 Interferial BBDU 叫做次级BBDU 也就是说黑色BBDU 没有刚才的好 没有刚才好的BBDU 这SWH3 拿它不做数 就是我不看 就是因为这BBDU不好 那我保持当前最好的BBDU 他不知道这个SWH1 已经发现 不能再发这种原来的BBDU 但是原来BBDU能保持多少秒呢 交换机会永远保持 自己在接口上收到的 曾经收到的最好的BBDU 所以遇到这种不够好的BBDU 它会采取一个方式 我假装看不见 所以我仍然保持自己接口 是红色XX状态 为什么 因为这个BBDU还没有老化 能力气吧 那么红色BBDU多长时间会老化呢 你看咱们等了20秒 你一直在发消息 说你是分桥 对吧 一直在发消息 那多长时间我会发现 你有问题呢 20秒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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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这个交换SWH3 就会发现了 这个红色的被我删掉了吧 红色被我删掉 我就说黑色BBDU 一说黑色BBDU 我就发现一件事 你SWH1这个接口 还能不能是DP啊 你不能是DP 因为你的BBDU 是根桥SWH1 我的BBDU 是根桥SWH2 是不是我SWH3 觉得我这个接口 应该转DP了 因为对方的BBDU 没有我将要发 确确的好 能理解吗 因为对方在发 这种BBDU嘛 而我的BBDU 是什么样 我的BBDU是 将来如果我要 在这个接口发BBDU 我发什么BBDU 我发 rootID switch2 cost值19 bridgeID switch3 你看这个BBDU 是不是肯定 比这BBDU好呀 对不对 那你SWH1 这个接口肯定不能再 保持DP了嘛 对吧 那这时候怎么办 我开始listen 我开始listen listen消息 我向你对面 发一个BBDU出去 一开始listen 我就向你发个BBDU出去 这时候SWH1 是不是立刻知道 原来根桥还活着 只是我接口挂了 是不是 因为他本来以为自己是根桥 对不对 一旦收到这个BBDU发上来 他就知道自己接口 将来要转什么了 要转RP了嘛 因为对方接口 收到一个更优的BBDU 对吧 我就要转RP了 但是我的接口一开始是DP 然后转RP 我是不是forward 到forward 这我不动啊 我接口还是开着的 会影响 但是问题是这个接口 就没开着 这个接口还在listen状态 对吧 等15秒 learning 再等15秒 DP forward 这样的话你想想看 是不是咱们要等20秒 红色BBDU老化 再走30秒的两个forward delay 这样是不是50秒 一个block的接口 才能转全DP啊 对不对 只有这种情况最慢 block接口转DP需要50秒 原因是什么 一个block接口被对方的BBDU压制了 对方如果不给他发BBDU 他要等20秒才能给对方发响应 所以既然是不是要50秒时间 因为对方不给他发BBDU 或者对方BBDU没有U 我还要等我当前的BBD老化嘛 那等老化时间要等20秒 所以20加30不要等50秒 对吧 这就是sman2 所以sman2的这个结果就是这样 原因就在这 这个是咱们的SB的时间 大家记住总结啊 dump状态转DP block状态转RP dump状态转RP dump状态转RP 都只需要30秒 只有一个特殊状态 如果你之前是被对方block的 但是一番变动以后发现 对方还没理由了 你要从block状态 要转成DP状态了 这个需要等50秒时间 所以sman2的时间 是30秒到50秒 行 咱们到这 下集再看 明天最后一堂恩赖课 介绍一下远程 PPP PPOE 和Net iosa 优优独播剧场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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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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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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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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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